一大早给大家开直播 我是王瑞瑶 有吗 早上六点多 大家应该还在床上还没有醒来 因为要给大家看一下 余温的状况 现在人在嘉义 台南的交界 哇 王小美居然已经醒了 真的有人追上直播了 超级美食家开团购 很难得 因为呢 大家知道上一档的团购 是蜜蜂工坊 已经隔了一段时间了 今天带大家来到 台南跟嘉义的交界口 因为要推荐的这档商品 是日方真传的翠鱼金 按照我们以前的惯例 在推荐商品之前 都要让大家看清楚 看清楚所有商品的制成 所以呢 今天会开 三段影片 第一段影片 就是让大家看到 日方真串的翠鱼金 的湿木鱼的原料 是来自哪里 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 虱目鱼温了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 可是大家可以 很多人其实应该是讲说 没有看过现场 给大家看一下有多精彩 哥哥你要拍照啊 法师傅也在现场 你要拍鱼啦 哥哥 我要叫我哥哥拍鱼 请看哦 请看 现在渔民正在打捞 我们等一下会请一个专家 来跟大家聊 虱目鱼 然后呢 还有呢 在制作这个翠鱼金 大家可以看这个鱼 活力十足 跳来跳去 早期鲡是虱目鱼 是一个 不贵的鱼 可以这样讲 早期的虱目鱼不贵 可是呢 透过了一些方式 透过了一些制成跟加工之后呢 可以让虱目鱼的身价长大 今天其实就让大家来看 其实除了捕鱼之外 捕鱼之外呢 最重要 我们等一下会请日方征传的总监 吴玉平 来跟大家聊 为什么他们家一定要使用 有产销履历的虱目鱼 还有就是什么叫做 有产销履历 等一下我们会请一个渔民来跟大家说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 没有哦 这不是最后一网哦 这不算最后一网 因为今天其实时间有一点 为了我们而 其实通常呢 在凌晨的时候就开始了 所以吕东霖你是内行的 我记得我上一次来到台南 也是来到台南看虱目鱼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凌晨三点就出发了 看一下他们怎么样捕虱目鱼 然后好美哦 等一下啊 我要叫别人提醒我 不要我一边走一边退后 走进后面 我很担心 我很怕我走进后面的虱目鱼 我刚才其实一直在退后 我很怕我走进后面的虱目鱼里面 然后还有就是啊 虱目鱼来到这里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虱目鱼哦 很怕两个东西 虱目鱼很怕天冷 然后虱目鱼也很害怕 没有氧气 所以大家会看到水车一直在打气 然后你看 等一下 哦 今天其实很热耶 我早上有看到鱼杜白耶 好 先让大家看一段捕鱼的过程 然后等一下让 对 等一下让日方真传的吴玉平 大家有没有看到 感觉 有没有看到很壮观 有没有 而且其实哦 昨天才知道一件事 哈喽 大家早安 昨天才知道一件事 我都一直认为 因为第二段会大家进到 很难得进去 全台湾 全台湾唯一符合欧盟标准的科技加工厂 食品科技厂 我昨天才知道 原来不是大量制作是最好的 因为鱼杖厂新鲜 很有趣 有一些观念 我也在被改正 被改正之中 看哦 你看他现在捕鱼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样 我记得我以前来的时候呢 他们是慢慢慢慢 现在是两层鱼网 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 他现在是两层鱼网包夹 有没有看到 用一个长长 用一个长鱼网 我记得我上次看到的时候不是这样 我记得上次我看到的时候 是一个鱼网 然后往岸边收 所以状况是不一样了 大家早安 你看哦 给大家看 你看有多少人站在水里 吃这行饭 全身 有没有 穿青蛙装 我看也湿透了 好了 他们要齐网了 早安 大家早安 超级美食家又开团购了 这次团购跟大家推荐的是 日方真传的脆鱼精 可是按照我们以往的惯例 在开团购之前 要让大家看清楚 不管你们要买还是不要买 都可以透过这次的团购 认识很多东西 还有今天 王若瑶继续使用三轴稳定器 哎呀 很害怕吧 王若瑶打倒了 继续开这个三轴稳定器 Swiftcam SWIFTCAM 打一下广告 因为这只非常好用 我想要把这只当作是一个礼物 送给一个人 看哦 好来 前面继续收网 等一下我是可以继续往前走吗 我还可以继续往前走吗 这位就是等一下要给我们讲解的蔡先生 他说可以 我好紧张哦 今天这位拿着三轴稳定器 所以大家不知道我有多慌 好来 你看继续往前走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虱目鱼还活跳跳 因为呢 昨天呢 在听到玉萍在讲的时候才发现 其实以前虱目鱼收了就收了 直接送上市场 可是呢 因为这批是有产销履历 所以在运送的过程中有特别的讲究 而且呢 在捕捞的方式也有不一样 好 我们今天邀请了 哎 哎 他们怎么丢一只鱼上来干嘛 啊 啊 他们要准备烤肉吗 啊 是什么 是什么的 送给他们隔壁的 啊 送人的 难怪狗狗都来抢鱼耶 有啦 早点来的 好 来 请看 哎呦 他刚好朝着我丢上来 好 让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请蔡先生来替我们讲解 我记得我以前来看虱目鱼温的时候呢 用的是 虱目鱼都挂在鱼网上 可是为什么今天不是呢 那么多 采收的方法 哎不是 应该是捕捞的方法不一样了 对不对 不是啦 以前哦 那个 以前哦 那个 那种说 那个 冰啊 什么 什么 不容易放电啊 嗯 现在就是 你这样起来 麦相比较好啊 嗯 以前都是挂在鱼网上拔下来 对不对 对啊 都那个 身体哦 都会去受伤啊 对不对 对啊 现在这样起来 麦相好啊 所以 你才不会受伤啊 可是这个是什么 什么时候开始的 已经很久了吗 这样子捕鱼 差不多 我记得我两年前来的时候 还不是这样哦 收网在岸边 然后挂网要一只一只抓哦 没有没有 我们已经做了差不多七八年了 哦 已经七八年了 大家看一下有多壮观 那所以等一下 它是一口气把它补起来的吗 对啊 你看哦 大家现在正在收网 然后来 我们请蔡先生介绍他自己 我看你带了一个帽子好明显哦 叫做福寿牌飼料 听说这个是虱目鱼最好的飼料吗 可以让虱目鱼味道最好的飼料吗 我们的理由是感觉我们吃虱目鱼的飼料 飼料的飼料的肉食之籍比较好 睡里哦 睡里 要比较多 哦 那你可以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强调整个生产过程的安全 你以前就是产销履历吗 对啊 你产销履历多久了 我产销有六年 六年 虱目鱼的产销履历很多吗 还没有很多 可是在产销履历前跟产销履历后 有什么不一样 等一下蔡先生你靠近我这边 我怕他的眼睛被太阳灼伤 对正面 对 因为我在专访他的时候 他很惨 他眼睛都要看到太阳 听众朋友知道现在有多早吗 现在六点多而已 太阳就已经这么大了 而且我已经一头汗了 好 蔡先生你讲 产销履历有什么不一样 产销履历对于消费者有什么保障 产销履历 对于消费者有什么保障 产销履历 我们的产品有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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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在产品用的 我们就是用循环水 循环水 这个水是咸水还是淡水 不咸水 所以它是咸水无锅鱼 咸水施木鱼 咸水施木鱼 所以施木鱼 施木鱼有淡水的对不对 所以你们是没有感觉到差异很大 可是对于消费者来讲 有产销履历就是有一个安全的保障 对不对 它其实产销履历最大的一个关键在于可溯源 这是一个可溯源的关键 对不对 所以你说你开始做产销履历已经六年了 所以你 蔡先生的声音很巧 那我转过来给大家听 蔡先生你要朝这里讲话 因为刚刚后面很多人讲话 大家其实有听到很多人在讲话吗 因为一大早很热闹 那所以等于是产销履历的价格也比较高吗 没有啊 有产销履历的价格 没有啊 没有比较高 跟一般的施木鱼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 我们就是一面说 我们的后续就是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的三变富质 让社会才能安心 嗯哼 我们的东西不太小会处理 那所以以前 你的产销履历 还没有跟日方针钻合作的时候 你产销履历的鱼都去了哪里了 都没有我们房西在处理的 不是啦 要不去哪里 不知道 就不去哪里 就不去哪里 并没有被区分出来 对不对 等一下有渔民在看我 好可爱哦 对啊 他们现在赶鱼赶到一段时间了 对不对 因为我看他们现在捕鱼的方法是一段一段 对啊 赶鱼赶了一段之后 然后一段一段 你知道 鱼网从中段 来往前走 鱼网从中段拉起来 就开始捕鱼 对不对 开始把鱼捞起来了 对啊对啊 然后还有啦 像这些 像这批鱼要送去日方针钻 你们都会铺冰吗 会啊 其他的也会铺冰吗 会啊 我们车上都很多冰了啊 我说其他送去菜市场的也要铺冰吗 要啊 玉萍啊 玉萍啊 所以等于是 施木鱼铺冰是一个SOP的流程 对不对 不光是送去市场 连送去日方针钻也一样 一定要 全部都要 保鲜啊 所以以前是这样吗 以前那个冰没有那么多 现在冰比较多是不是 对啊 以前没有那么发达 因为刚刚其实蔡先生有讲 以前没有那么多冰 因为我记得我上次 两年前我来看 其实是没有铺冰直接送去市场 你知道 要看要送去哪一个通路 对不对 啊因为玉萍他们家 有产销履历的施木鱼 进到了工厂之后 对不对 你们还要做很多事 对不对 然后 然后才会采用这批鱼 对不对 而且这段时间 而且这段时间 等于是 也要给它冷冻保存好 对不对 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好 蔡先生我在问你 养殖施木鱼有难度吗 有 有什么难度 好来 你转过来一点点 给大家看一下你的脸 看下后面 养殖施木鱼有什么难度 你就是要 养殖施木鱼 四十而已 那就是 三十两十 要过去没有睡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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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质吗 对啊 还是水质对不对 大家早安 嗯 还是水质 等一下 她说瑞瑶姐到台南 要多品尝肥美的施木鱼 YES 我觉得现在吃施木鱼的方法 有蛮多的 对不对 所以等于是大家等一下我们也会吃施木鱼当早餐 可是在吃施木鱼当早餐之前 先跟大家介绍我们这次超级美食家团购的商品 现实团购的商品 日方真传的脆鱼精 从原料开始说起 其实好奇怪哦 一般人其实看到施木鱼是一种比较平价的鱼 对不对 不会觉得施木鱼有什么了不起 可以这样讲吗 蔡先生 可是自从做了脆鱼精之后 你有感觉你提供的施木鱼跟别人不一样吗 有啊 哪里不一样 就是品质保证啊 你有喝吗 有啊 你有喝那一包吗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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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表演一次 那么壮啊 一百八个呢 哈哈哈哈哈哈 还没有喝之前应该也蛮壮的吧 你不要闹了 你啊 这段我不知道 所以我被他逗乐了 嗯 啊 刚才在外面 你如果说 看我脚鱼的鱼 你就说 哦 那三个鱼的鱼 哈哈 啊 但是大家都认为 撒肉鱼有草土鱼啊 这个观念是错的对不对 撒肉鱼的草土鱼 我们从虚子里也可以处理啊 嗯 虚子里怎么处理草土鱼 循环水 循环水 所以你刚才讲说 水质的重要 对不对 对啊 我刚才有跟你讲 哦 所以循环水 就是为了要让水质好 它就不会有臭土味 对不对 对啊 你小时候吃的 你小时候吃的施木鱼 的确臭土味比较重 对不对 但是哦 我们在吃的时候就没有了 嗯哼 你臭土鱼是一块地 我就处理了 你起来就处理了 哈哈 所以你就似的味道 就比较厉害了 蛤 真的吗 对啊 所以等于是 是养鱼养到一半的时候 可以把施木鱼捞起来测试 它的臭土味的程度 是这样讲吗 是这样讲吗 比如说 今天早上要抓的 我们昨天下午就 已经 二氧吗 抓三 已经扒回去 蛤蛤 蛤 如果是有臭土味 你要怎么处理 循环水啊 就循环水加强 对不对 对啊 加强一天就可以了吗 没有啦 差不多要一个礼拜 所以那一窟就不能 那一个鱼温就不能够撈起来了 对不对 就要算说 我们鱼中的鱼没有味道 这样才能够 哦 原来是这样 所以等于是 已经聪明到 可以控制了 对不对 对啊 那是三白鱼吃不大呢 太冷 三白鱼干了就不大 因为三白鱼是热带鱼 就要干了就不大 嗯哼 而且刚刚呢 刚刚蔡先生有在讨论一件事 他说呢 施木鱼是台湾特有的鱼 对不对 是这样子吗 是不是 对啊 施木鱼是台湾特有的鱼 他说在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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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在哪里 好像也是 台湾渔民去养的 对不对 你说菲律宾叫什么鱼 苦鱼哦 苦鱼 因为他可能很比较粗力 因为三白鱼的话 投降了 所以没有出力 所以他们在这时就抓了 我想怎么再捕 OK 我其实现在 欸 有人讲说他最爱丝木鱼了 可是因为 除了丝木鱼之外 好我们要再往后退 因为他要继续捕捞鱼 我覺得翠魚精使用了虱目魚之後 讓大家對虱目魚有一個大大的改觀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會認為魚精好像長期認為都是鱸魚 對不對? 因為總覺得開刀什麼就必須要有鱸魚比較好用 等一下我轉一個方向 免得這兩個人接受完了採訪之後眼睛瞎了 來!站在魚溫前面蔡先生 對啊 我現在被日頭照到都那個了 所以等於是我要讓玉萍來講 為什麼你們家一開始就要選用虱目魚來做鱸魚精 虱目魚它的潛在風險很小 因為它不用藥 然後它的營養價值很高 它本身的蛋白質是非常豐富 所以它的胺基霜呢? 胺基霜成分很高 我們等一下會討論胺基霜 他要去開車 原來蔡先生今天是有功能的 不是只有來接受我的採訪 對啊 不是來接受我的採訪 因為其實傳統大家會認為 脆魚精 我們今天也會跟大家聊 有關於脆魚精 有關於低基金 然後有關於原料 等一下玉萍你要站在我這邊 因為我怕玉萍眼睛 做完了直播眼睛都瞎了 因為給大家看 就比如說為什麼要選擇虱目魚 我覺得同樣也給虱目魚的營養 讓大家發現虱目魚的營養 否則以前大家會認為虱目魚就是下飯菜 對不對 其實虱目魚它 這種魚它雖然便宜 可是它的營養成分很高 它的蛋白質含量 然後它的微量元素 像它的鈣質鐵質這些都非常豐富 還有氨基酸 我記得 對 還有魚油 還有魚油 魚油 我記得上一次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李書惠 現在在一號糧倉的李書惠 有給我帶了一罐 台南虱目魚罐頭 這個也是我近期看到虱目魚 你知道就是我近期看到虱目魚 產品讓我驚豔的 就除了脆魚精以外 你有吃過嗎 你有吃過 他說這是台南人 台南人才會吃的東西 對 虱目魚煮罐頭煮 煮火鍋煮麵 它是好像茄汁對不對 我記得 對好像有一個品牌 我也是才發現說 原來虱目魚的商品種類那麼多 好 吃虱目魚長大的台南人 我覺得我不是台南人 我也吃蠻多虱目魚的 還有有人會把虱目魚 視為台灣的家鄉魚 就是有鄉愁的魚 這樣子講大家聽得出來嗎 給大家看天上的飛鳥 天啊好舒服喔 我們這裡現在 太陽已經起來了 還有今天 玉萍一大早就來飯店接我們 然後他講了一句很好玩的話 你說什麼 從小都在看什麼 魚肚白喔 天亮的那一刻 就是有時候我們會形容像 東方的魚肚白 然後玉萍 就像是虱目魚的魚肚一樣 對 而且玉萍一直都認為 魚肚白指的就是 虱目魚的魚肚 虱目魚的魚肚才是白的 其實不是 所有的魚都是白的 他的肚子是白的 那身上背的話就是有點黑黑 因為他的零很亮 對啊 我給大家看一下虱目魚 我記得我去中國大陸採訪食魚 我那時候吃了食魚之後 我就有一個感想 我覺得食魚跟虱目魚應該是同一國的 他們也是你知道起來了之後 魚鱗就會開始釣的一種魚 對不對 都是很講究先渡的魚 你看他們現在 因為這個魚直接打撈 打撈上來之後 他們就會進到鋪冰的地方 你看有人講對不對 虱目魚是台灣的家鄉魚 有一種香稠的魚 離開了台灣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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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他這個魚溫 你看寶師傅你在餵狗喔 有 寶師傅你在玩耍什麼啦 我哥哥 難怪這些狗 等一下難怪這些狗 幫寶師傅拍一張 難怪這些狗 都乖乖的聽寶師傅的話 哥哥你給他們餵什麼 你給他們吃什麼 幫我 幫我站在這邊 拍寶師傅的一張照片 哥哥你 我在這裡工作 他在這裡玩得好開心 好 我們來看鋪冰車 這個怎麼都是冰 冰塊 有沒有 我應該爬不上去 對 因為呢 他倒下去的時候 會看到冰塊會 等一下 我們給大家看這一段直播 因為這段直播 最主要的就是 讓大家看到 虱目魚 蛤我怎麼爬 我太難了 我怕我太胖 爬不上去 不是 有人爬上去 幫我把這根拿上去 往裡拍 真的嗎 然後玉萍我告訴你怎麼用 玉萍你先上去 對 天啊 玉萍要帶我 要帶我大家爬上去 給大家看鋪冰車 好 玉萍我給你爬上去之後 好 這個鈕往下扳 他就會 對 就會給大家看到 還是說你接地往下扳 來 看一下扶冰車 往下 你小心 天啊 他爬上去了 弄得我也好想爬上去 這還在那邊啊 裡面都是冰塊 對啊 玉萍姐 你真的要上來嗎 應該不要吧 不用不用 有太多 再多拍一點 要多拍一點嗎 好 很難得 就是冰塊 所以他們是 所以魚在裡面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就是把魚倒進去 爬不上去啊 我這麼會胖 可以啦 他待會可以 他待會會把魚倒在那個 冰桶裡面 對 聽眾朋友有追上嗎 有看到嗎 真是薄命演出啊 玉萍來 來請大家看 來 哈哈 哈哈 你沒有白錢 我這麼胖 是要怎麼白錢 你還要釣這裡釣魚 哈哈哈哈 有人在這裡提出建議啦 要叫我用釣車上去 對啊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作業 我叫你上去啦 不會啦 你是在這裡 從這裡上去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個作業的辛苦了啦 對不對 也給大家看一下台灣漁業的辛苦 他現在要盜魚了喔 你看 真的很妙耶 好 來 開始了 這個作業都要很小心 不能給人家開玩笑 雖然我們都一直在玩耍 可是除了玩耍之外呢 吃美食要長知識 給大家看一下起魚的樣子 而且很難得喔 今天如果沒有人帶的話 根本不可能 對啊 根本 根本就不可能看得到 你看這些小狗都在這邊 你看 你看 他們其實都是一段一段捕魚 有沒有 他們用兩個魚網夾起來 然後現在快點要起魚給大家看 對 你看 就直接就倒在剛剛鋪冰的地方 然後要快點送走 Alan早 Alan你怎麼那麼早 今天兒子不用上課嗎 看喔 給大家看 很好玩 我不能太靠近啦 因為釣背在這邊 我怕到時候他把我掃倒了 他把我掃倒喔 不是把我釣上去 把我掃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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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早 帶大家來看釋木魚 我相信有很多人吃了一輩子的釋木魚 沒有看過釋木魚 聞在捕魚的樣子 有聽眾朋友用台灣之光來形容釋木魚 的確是 好 剛剛我們已經拍過這個冰庫了 這個蔡先生現在在上面指揮落定 因為直接就鋪冰 你看 直接就會鋪冰 等一下就會運走 就會運到加工廠 先做測試 對不對 對 先做檢驗 檢驗完了之後才決定那批魚要不要 然後才會做三清的動作 對 對 對 如果你不要呢 我們就不買 這批魚怎麼辦 這批魚就賣給別人 賣給別人 可是問題是玉萍 你們一開始進到了這個加工廠 你們做的是什麼檢驗 我們自己工廠 在加工廠他們會做動物用藥的檢測 動物用藥的檢測 對 然後我們這邊還會進到我們自己的工廠的時候 還會再做先度檢驗 然後再做一次實驗 進到工廠還會做先度檢驗 對 然後還會再做一次實驗 才會決定這批魚能不能用 對 能不能使用 聽眾朋友我們今天在開直播 大家可以看到這批虱目魚的個頭很大 他說這一批虱目魚是在三寸還是兩寸的時候 就投到這個池裡放養 現在已經長到了一斤半 一斤半的大小 一斤半的大小等於是成熟的魚 而且他們好辛苦喔 我們其實已經是晚到了對不對 對 他們應該是凌晨的時候就開始作業了 大概五點就開始 他們要先開那個排亞 排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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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有沒有 他應該是那種焦法啦 魚法有沒有 他現在在幹嘛 他現在又在補第二次了對不對 他是不是在趕 應該起來 我不知道他 他已經在繞長一周 他不知道幹嘛又要繞長一周了 你看好漂亮喔 我們這種外行人只會在這裡講漂亮跟不漂亮 其實都是辛苦的 我現在已經一身大汗了 所以你說一開始他的焦法會繞長一周 他會先擀魚 擀魚 擀魚 讓魚他的排泄物排出來 對 排出來之後就乾淨 再撈的時候才不會還有那些 就是 呃 腸子裡面還有糞便之類的 對 而且剛剛其實蔡先生有講喔 其實在打撈之前他們會先試這批虱目魚的味道 前一天就要試 對不對 如果這個植木魚的味道有土味有什麼味道的話 他們就會 你知道 讓這個水質變得更好 就是會用循環水 把這個水質變好之後要多養一周 有人講說今天是開學日喔 真的還假的 香港的開學日 蛤 所以是香港的聽眾朋友喔 他說今天是香港的開學日 可以在開學日的第一天看到這樣子的景象 覺得非常珍貴 對的 然後還有就是有人在日本 他說現在非常想念虱目魚的味道 所以我才講說虱目魚是家鄉魚嘛 我覺得下次你去日本旅遊的時候 可以帶日方針鑽的翠魚精 一方面呢可以先平復一下味道 還可以補充體力 呃 我等一下其實結束離開這裡之前 我要先喝一包翠魚精 哈哈哈哈 因為我昨天 虱目魚是台南人的純爐之絲 純爐之絲 保師傅說 保師傅說 虱目魚是台南人的純爐之絲 一點也沒錯 一點也沒錯 你看他們就這樣子一個一個打撈 然後還有就是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講 我以前都認為 如果今天已經進到了食品科技場裡面 應該是一口氣把所有的原材料都處理起來 可是看起來我的觀念是錯的 為什麼呢 等一下會解釋給大家聽 好啦 大家對於虱目魚有任何問題嗎 還是對於日方珍傳這一次跟超級美食家跟好物市集合作的這個商品有問題嗎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要結束直播了嗎 現在幾點了 因為呢 7.6分 因為我們要趕付 我們要趕到 我們要趕到 另外一區是哪一區 台南的安南區科技工業園區 台南安南區的科技園區 跟大家看 因為呢 王二瑤每次在推薦好東西呢 有條件 這個條件就是一定會帶聽眾朋友看清楚 他們的原料跟製程 這兩件事情非常重要 原料跟製程 大家已經看到了日方珍傳使用的是有產銷履歷的虱目魚 剛才那個蔡先生有講哈 有產銷履歷的虱目魚並不多 因為很麻煩 漁民呢 除了要記錄他的生長過程 種種的過程之外 還要上傳電腦 因為呢 如果出問題的話是可以溯源的哈 不是在菜市場裡面隨便買一條魚那麼簡單 然後呢 除了讓大家看原料之外呢 還有就是要讓大家來看 下一階段要讓大家來看他的工廠 這個工廠很了不得 這工廠並不是台灣最好 是什麼 全世界最好的一個食品科技廠 這次呢也是因為超級美食家的關係呢 玉萍特別開放 特別開放讓王瑞瑤 還有讓工作人員進去 帶大家去看翠魚精是怎麼做 不是你印象中的滴雞精 大家在家裡都會滴雞精對不對 你以為翠魚精你可以在家裡自己做嗎 呃 魚並沒有睡著哈 因為魚已經被圍上來打撈了哈 魚剛剛已經在魚網裡面彈跳了 現在是要趕快把魚打撈上岸鋪冰 鋪冰之後要送去加工廠 所以現在他們正在跟時間賽跑 好的來 我們講中廣毫無市集的人在哪裡呢 誰要報價錢給大家聽 對啊 因為呢我們今天做的是我們今天做的是限時團購喔 要跟聽眾朋友講喔 我們做的是日方真傳 玉萍已在轉身 翠魚精 翠魚精在他的後面 有沒有看到 我們現在要請中廣 誰報價錢 美少女 美少女 美少女來 哈囉哈囉 來我們來講一下這次跟日方真傳合作有多難 他們也蠻囉嗦的哈 對啊 他們很要求 他們很要求 他們就是希望帶聽眾朋友們來看源頭 看源頭 看源頭 還有看製程 對 對不對 我們聽眾朋友都會知道 所以我們可以跟你們去非常安全跟健康 而且我要跟聽眾朋友講的是 我本來都不知道價錢 我是昨天才知道價錢 我才知道日方真傳給了一個非常優惠的價格 連他們自己的官網 連他們自己開業以來 開業以來幾年 開業以來40幾年 40幾年 40幾年50年 可是翠魚精這是多久的商品 翠魚精是這三年的商品 這三年的商品 這是從來沒有的優惠價格 來跟大家報一下 我們這一次的BK優惠的賣 多少 2399 2399是幾包 它裡面有15包 然後每一包 大概裡面有60ml 15包有60ml 如果大家沒有概念的話 就去想 如果你們家有低基金的話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以60ml為一個單位 對不對 可是呢 大家一定會問說 60ml為一個單位 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是一個什麼概念 都沒有人有帶淬浴巾 我有帶 來 幫我拿 先幫我拿這個 來 我們讓美少女先報一下價錢 然後呢 購到的是這一次很特別的 玉瓶它 算是大贈送 它送的非常好的 我們現在呢 兩盒會送兩包 可以進 然後五盒呢 因為我等一下要喝正包啦 所以我才會帶出來啦 沒錯 這是一個大小 60ml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常溫包裝嗎 對 它其實有兩種包裝 一種是常溫包裝 一種是冷凍包裝 我們這次提供的是常溫 讓大家攜帶更方便 還有呢 母盒的話 我們會送乾貝粥 對 乾貝粥 乾貝粥 常溫乾貝粥 好 最大的折扣數呢 最大的折扣數 我們50盒的話 一盒我們換換下來 一盒是194 50盒 一盒是1940喔 本來原價是3000喔 沒錯 原價是3000 對啊 原價是3000 換算以外還有送 還送了12盒 北極貝米雞 還送了12盒 北極貝米雞 如果聽眾朋友過年的時候 有追上王瑞瑤的第一次團購 就知道王瑞瑤超級美食家的第一次團購 獻給了日方針鑽 那個時候很多人買了 原料非常好 做法非常簡單的 北極貝米雞 對不對 對不對 而且我記得那一檔 好多人其實就是用了這個雞湯來過年 那所以呢 聽眾朋友等一下看完了我們的直播之後 點進我們的直播裡面的連結 就可以看到這一檔活動的折扣促銷 好 好 來 蔡先生我們要結束直播了 你有什麼東西要告訴大家呢 薩瑪魚現在最好吃 薩瑪魚現在最好吃 有什麼 薩瑪魚現在最好吃 有什麼 煮一個米沙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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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一下就要吃 等一下 要帶我們去哪裡吃虱目魚 去南南縣 帶歐王 將軍 將軍 所以我吃到的是像阿江一樣的虱目魚嗎 還是不一樣 我們現場的這位來自香港的聽眾朋友 香港的聽眾朋友說香港的菜市場也有 也是有買到虱目魚 但是不是經常有 而且也有冷凍的虱目魚丸 但是貴桑桑 所以每次回台灣都會去吃和扛一兩斤虱目魚丸 反香港 所以你是台灣人對不對 Pauline你應該是台灣人去香港工作還是嫁去香港 因為我們其實聊到有關於鄉愁這件事 我記得早期看到有很多人講鄉愁是食魚 早期對不對 很多從中國大陸來到台灣跟國民政府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很多美食的文章都在講 鄉愁是長江流域的食魚 老實講對我來講 鄉愁並不是長江流域的食魚 對我來講 鄉愁是我爸爸煮在餐桌上的黃魚 可是現在會發現黃魚很可怕對不對 多可怕 玉萍講一下 現在黃魚多可怕 對呀 大家都認為野生的是最好的 可是這個觀念現在也已經改變了 好啦黃魚的事情之後再講 因為蔡先生很緊張 我要講的是呢 可是大部分的台灣人 鄉愁應該是來自濕木魚 那當我濕木魚吃多的時候 我也漸漸的覺得我的鄉愁變成了濕木魚 有沒有 等一下黃魚有產銷履歷嗎 黃魚有產銷履歷嗎 沒有啦沒有 因為我沒有看過有品牌的黃魚 就沒有產銷履歷 我這樣講對不對 好像賣錢還冷凍的黃魚 可是有產銷履歷嗎 我沒有看過 因為我沒有看過黃魚大規模養殖 對不對 有產銷履歷嗎 不知道這個問題留給漁業署 讓漁業署的官員上來回覆我們 好我們現在要結束直播了 最後結束直播跟大家講一下 超級美食家又開團購 而且跟大家推薦好東西 怎麼樣證實它是好東西呢 王若瑤講沒有錯 沒有沒有用 沒有用 因為今天就會帶大家看 為什麼會推薦脆魚精 為什麼會推薦脆魚精 我們結束直播之前 來吧 再講一次優惠 三千元元價 我覺得我好好玩 因為我其實在文字裡面 有講一些東西 喝脆魚精的好處 來 玉萍你這一講 喝脆魚精 精神會比較好 因為它的氨基酸非常豐富 然後呢 氨基酸 對 最重要是它的必須氨基酸 必須氨基酸 這裡面基金有嗎 基金也有 但是成分不一樣 成分不一樣 對 還有呢 然後它的 它的鈣質 水質這些也很豐富 我幫玉萍擋一下太陽 你知道 否則玉萍 你看我墊高腳 給它擋太陽 就是我們也有去檢測 它也有蠻豐富的多糖果 好 就是你不需要 一定要吃靈芝 你必須一定要吃東蟲夏潮 吃虱目魚 喝虱目魚精 最魚精也可以 有沒有聽到 而且我覺得虱目魚 本來就是台灣養殖漁樂最重要的一環 聽眾朋友要用行動來支持這件事 好 我是王任堯 我們等一下大概在九點半的時候 我們會進到 我們會進到日方針傳 全世界 符合 應該是全台灣唯一符合歐盟 歐盟的食品科技廠 然後還有就是它的規格 是比照全世界 不是比照台灣 我們要結束這段直播了 寶師傅還在養狗 哥哥先跟大家講再見 拜拜 下一段直播的時候 要帶大家進到科技廠裡面 非常難得 好 玉兵跟大家講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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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逆光拍 都看不到這些美女的樣子 來 正眼讓大家看一下 對啊 逆光 來回頭 這些人都是陪著我 昨天就已經下來了 凌晨三點就起床 三四點就起床 一路殺到這裡來 好 最後再給大家看一下餘溫 現在大家知道為什麼 他們會一直用水車打氣的原因了嗎 知道了嗎 不是為了要美觀喔 其實為了是水質 為了是水質 好啦 我是王瑞瑤 最後 讓大家看一下王瑞瑤自己 免得大家認為王瑞瑤只有聲音 噔噔噔噔噔噔 拜拜 下一階段就會讓大家進到工廠去喔 大家進到工廠去看 對於翠魚精我自己有一點感想 然後這些感想等一下會陸續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家裡有老人 而且我自己是非常精力用盡的人 經常都是exhausted 這個是一個英文 你知道就是精力用盡的狀態 所以也希望好東西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 我們要結束這段直播了 大家繼續追上王瑞瑤的超級美食家喔 拜拜 拜拜 拜拜